有受之后,有爱娶 爱娶就是懒着 心心不舍,视为坏苦 心心不舍就是说 遇到这个苦,一直去执他、执受他、执受他 所以有的人苦了之后,他一直执着执着这个苦 那么就是心心不舍,视为坏苦 最后说三界一切苦地 三界一切都是苦地 所以前面说苦苦苦 众生都是苦苦苦 那么这个是坏苦 我们看后面的注解 207页,最后一行 他说,《醒苦》下面说 因与静缘逼者复生觉观 因为境界来逼迫,压迫 所以我们又产生觉观 就好像斧头这个灼石火 灼就是砍 就好像我们砍石头 它会产生火化 境界逼迫我们身体 我们就产生种种的念头 所以说念念生灭 不稍停住 208页 就是说我们执着这个身 身体一直变化 我们就念念就产生念头 所以我们这个经论里面说 像任元经说 这个前程分别影像 就是我们以攀缘心为自性 就是以妄想 前程虚妄相想 当作自心 什么叫做前程虚妄相想 就是说前面的境界 落下的影像 我们当作那是我的心 比如说这里说的 身一直不断的变化 境界一直变 境界来压迫我们 就好像这个斧头砍石头 那么砍一下就产生一个火化 也就是说境界逼迫我们的身体的时候 我们就动一个念头 那么为什么一直动念呢? 所以我们从小到大 身体的感觉不一样 就像论语里面这个孔子说 这个少年的时候 对不对 戒之在设 戒之在斗 老年的时候戒之在得 对不对 执着嘛 那么所以 年轻的时候 执着的时候 是名利 是欲望 年终的时候 就执着这个权势 老的时候 就执着这个子孙财产 那么人类一生当中念念都在变化 随境界来变 境界是怎样? 我们就想怎样? 所以这个叫做 虔诚虚妄想想 也就是说念念生灭不稍停住 我们的念头一直把变化 208也说 身既有善坏转变 身体既然它有善坏转变 身体就是在老 在病 那么它转变 那么其事入于坏源之中 那么这个心事啊 也跟随着这个生的坏源之中 随此源之若即若善 辛苦辛老 就是说 身体今天觉得很快乐 就是说挤 今天不快乐 叫做善 今天很烦恼 烦恼来也是挤 现在烦恼的信件没有了 现在有痛 牙痛 来了挤 那么痛一两个月 结果就没有了 就散掉 那么辛就是随着这些啊 身心一直变化 所以辛苦辛啊 所以这里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个任元经说 这个攀缘影像 以为至辛 什么叫做攀缘影像以为至辛 以为那个牙痛 肚子痛 就是我 所以 就像人生病的时候 一个病人 都要解释 解释说 我怎样怎样怎样 对不对 像我最近啊 就是 你叫什么 少虾 少虾 如果人家问我少虾 我要再回答 我为什么少虾 不是更糟糕吗 不是更糟糕 但是呢 我们呢 人呢 就是会把这个境界当作是真的 比如说病人 他就觉得说 我这里病那里痛 这样子呢 这里不舒服 然后就觉得说 这个就是我 所以任元经说 把影像当作自己的心 什么叫做影像 就是牙痛 肚子痛 我今天生气 我今天恨 我今天忌妒 我今天喜欢 我今天需要 那么那个都是影像 当作自心 所以这个不是自心 因为不是 所以辛苦心 那就是心 然后呢 而领受之念 仁余后 援染着 心心不舍 是为坏苦 领受就是直受 之念 仁余后 这个仁呢 叫做依寻 或者是阴寻 阴寻在后面 就是说 因为我们有辛苦心恼 然后现在又领受 例如说 我今天被人家骂 我很烦恼 烦恼的时候 回来 就讲给家里的人听 对不对 如果在家里烦恼 就讲给公司的同事听 对不对 如果老婆被老公骂 就回去讲给妈妈听 对不对 那么因为呢 因为有领受嘛 领受了之后 辛苦心恼之后就领受 领受就是把它领纳在心里 我们现在说 放在心上 现在有苦了 有恼了 就把它放在心上 所以有以前的祖师大德说 我们不要把烦恼放在心上 今天过去 今天的恩怨 痛苦 烦恼 到了明天都没有了 对不对 明天天一亮 不要再讲昨天怎样 这些是非恩怨 当然呢 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 有的人呢 到了一辈子到老的时候 还是在讲从前 怎样怎样 以前婆婆对她做不好 以前小叔怎样 以前大婆怎样 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学佛 要念到说 今年不要说 今天明天就忘了 至少去年的事情 今年不要再执着 年轻的时候 如果我们一个学佛的人 怪说年轻的时候 爸爸呢 不顾家 妈妈呢 又不照顾小孩 那么到老的时候 我们一个佛教徒 做一种弃养 像世间人说弃养 就是说 那个爸爸从以前呢 就喜欢到处去这个 去游乐 不顾家庭 或者是个妈妈呢 又去外遇 所以因此我觉得 我觉得我看不起这个爸爸妈妈 我把他恨在心里面 有一天呢 需要我们呢 就时候就想说 以前他也没照顾我 为什么我要照顾他 那么这个叫做记恨 对不对 佛教徒不能这样子记恨 对不对 我们应该想说 一切众生 我们发众生无边试验度 哪有在恨说 以前爸爸 就算对我不好 兄弟对我们不好 这个亲戚对我们不好 但是今天他有苦 如果我们有能力 就要去做 这个就叫做记恨 记恨就是放在心里面 所以我们不要放在心里面 如果我们的仇人 明天有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 当然我们呢 不是马上就能够做得到 我们要渐渐的学习说 昨天的事 不要再放在今天的心上面 这里就是 辛苦辛劳 而领受之念 仁于后 就是说我们领纳的心呢 就会跟随在后面 所以我们不要把 过去的仇恨 恩怨一直累积 累积之后呢 就会变成 我们在每次法会的时候 大家都要超度冤亲寨主 对不对 冤亲寨主怎么形成呢 就是自己形成的嘛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过去对他不好 所以今天他来报仇 我们过去陷害人家 所以今天他来害我们 对不对 就好像我说 我为什么没有声音 可能过去呢 让人家脖子 榨取保险金 对不对 所以呢 现在没事 声音呢 就沙哑 那么就是 自己造的啊 所以这个就是果报嘛 所以这里说领受 我们应该要学习说 我们不要把恨 放在心里面 不要把称心放在心里面 不要把烦恼放在心里面 这样我们才会一天一天的清静嘛 才会改变 不要说佛教徒一开口 就是说以前的事情 如何如何 这些种种的恩怨 或者是佛教徒 在佛门里面 不要再互相的 这个影响 别人的道业 影响别人道业 就比较好听啊 讲互相伤害比较难听啊 对不对 互相伤害就比较难听了 互相伤害就是说 你说我 我说你 你讲话不客气 我讲话也没礼貌 那么这样就是变成 互相伤害 互相伤害 也就是互相影响道业 所以要观察自己的深口意 对不对 就像我们之前讲过 菩萨要不思 要爱与 是色法吗 柔软与 所以应该菩萨要学 不要讲坏话 不要讲那种绝对话 有的人说 你不办啊 你都不会啦 你这个怎样怎样怎样 习惯 习惯的口气 菩萨不能用这样子的口气 所以这个要学 所以 你呢 领受之念 仁于后 所以我现在我也在学 学说今天的烦恼 明天就不要再想 明天就不要再想 今天有什么事情 烦恼明天再想 然后再学说 上午有什么事 下午就不要再讲 烦恼过去就好了 对不对 然后再来 看能不能有一天 看到呢 转头就忘记了 这样更好 如果进一步的看到 当下就没看到 没什么感觉 这样是更好 知道他就是没有死性 就像我们刚刚说 忍入仙人 被割到就割到了 对不对 然后在当下呢 他就没有那种抹像人像 所以下面这里说 而领受之念仁于后 仁就是追随 依寻在后 然后缘懒卓 心心不舍 所以懒卓就是爱娶 爱娶 所以前面说 处受爱娶 那心心不舍就会有 我们十二音乐里面说 六入 对不对 然后处 六入缘处 处缘受 受缘爱 爱缘取 取缘有 心心不舍就会有 就继续来轮回 继续来轮回 事为坏苦 那么坏苦就是说 我们因为执着在这里 所以它整个变化的过程 我们的心随着身跟境界 它变化的过程 我们一直在受苦 所以 行苦是最开始的时候 这个身世 而没有心的烦恼 那么 再来就是苦苦就是心的烦恼 再来坏苦就是说 它整个一段的变化缘起 我们全部都跟着它一起受苦 这叫做坏苦 那么这是三种苦 最后说 此名三界一切苦地 那么这个叫做三界一切的苦地 那么这个就是前面讲的苦地 那我们再翻回来 再来讲这个极地 他说苦地就是说菩萨看到众生这样苦 所以就开示众生 所以一切都是四做四受 心做心受 所以我们刚才说 我们遇到这个苦 就是当做我们过去所造的业 我们要相信一切都是业感缘起 苦不是谁给我们 是我们自己给 所以要忏悔 要忍耐 要接受 乃至要感恩 人家帮我消业障 对不对 就像以前广青老和尚开示录 不是有一个弟子说 请老和尚帮他消业障 老和尚说好 结果过了好多天都没有消业障 没有跟他做什么动作 然后等他忘记的时候 突然间来骂这个弟子 那个弟子就很生气 想说师父为什么无缘无故骂我 很烦恼 然后师父说 广青老和尚说 广青老和尚说 你不是叫我帮你消业障吗 他自己都忘记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如果要把逆境当做消业障 来想 所以这个叫官苦地 再来202页 第四行 副官无民集 中间说副官无民集 无量心做一切业 相续相连极 极因 极因名为极地 这个是极地 那么下面再念一下说 正见解脱空空 至道心心 明以至道道地 然后尽有果报 尽有阴清静一照体性 妙至极灭一地 就是灭地 苦地 那么苦地 比较长 苦地 就是我们三界的苦果 那么所以菩萨说 这个三界苦果众生 不知道原因 也不知道缘起 所以讲的比较详细 那么简单就不理我们的身心 那么这里说副官无民集 即就是无民造业 无量心做一切业 就是因为无民的关系 所以我们用无量的心念 它会做一切的业 就像前面说 不了解苦的因缘 然后以苦来更造这个苦 就像世间人说 戒酒消愁 心里面烦恼愁 想用酒来麻醉 结果反而酒驾更痛苦 造了更多的麻烦 痛苦 所以这个无量心做一切业 就是我们因为无民 所以造一切业 相续相连极因 相续不断 相连不断 极因名为极地 这个极因 极因就是我们苦果的因 叫做极因 我们说极地是世间因 苦地就是世间果 那么所以极因旁边写世间因 或者是苦果的因 叫做极因 好我们再看这个极地 我们翻回来 208页第四行 第五个字说 二观极地者 无民极是极地 为以无量 无知染无知心 前面说无量心 就是我们用这个无知的心 无知就是无所明了 那么染污就是贪嗔痴 这个自私自利的 无知就是指这个鱼痴 都不知道 然后鱼痴之后呢 又染污 就自己染酌这个名利啊 或者是这个色身香味处 这个染污心 做一切有肉 善恶不动等业 善业就是人天 恶业就是善恶到 那么不动就是色戒以上 叫做不动 禅定 不动就是禅定 善恶不动 就是众生呢 因为用无知的心 染污的心 然后做这个有肉 有肉就是有烦恼的 有我质的 做这个善业 有我质的善业 所以生人天啊 如果没有我质的 才能成为功德 那么或者是照这个二业 善到淫妄啊 这个十二业 然后不动就是禅定 修这个禅定业 那么这个 所以叫做有肉的善恶不动等业 为六道相续相连之极因 天人啊 欲戒天就是善业 色戒 无色戒就是不动的禅定业 如果是三二道就是恶业 所以呢 这个有肉善不善不动等业呢 为六道相续相连之极因 即此极因 真是苦因 更无异因 事名为极地也 就是说这个 这个无名造业的因 就是真正的痛苦的原因 没有其他的因 事名为极地也 所以我们在这个 夜感旋起里面说 就是因为无名造业 就是真正痛苦的因 没有其他的异因 所以一般我们都会觉得说 别人给我们痛苦 我在这个地方觉得很烦恼 很痛苦 那么如果我们用这个忍入仙人 就是觉得说 哥立王虽然哥我 我也没有痛苦 他心也没有受苦 因为他不领受 前面就是说 因为我们有受 所以就会有苦 有处受爱取有 然后就会再生老死 这样子就会有苦 那么现在呢 遇到境界他不受 就没有苦 然后这里说 这个无名 疑就是真正的因 并没有其他的因 所以因此呢 如果我们觉得苦 依照这里就是说 为什么会苦 就是因为有无名 烦恼造业 所以才苦 并不是别人给我们苦 所以像金刚经说 歌立王拿刀来割 忍入仙人的时候 他也没苦啊 那我们为什么会苦呢 因为我们有我相仁相 所以才会有苦 因为我们有受 所以才会有苦 如果不受 就不苦了 所以苦的原因是 因为我们有受 所以并不是境界 让我们有苦 或者是别人 众生让我们有苦 所以我们这个佛法里面 常说 起烦恼了 起烦恼 起烦恼就是说 实际上 为什么会有苦 就是烦恼 自己烦恼 并没有了 别人来 让我们受苦 那么 所以这个叫做 即此即因 真是苦因 更无益因 痛苦的因就是 无明造业 没有其他的 事明为极地也 所以我们佛法里面说 我们苦就是自己造的 下面说 相续者 这个六道相续 相续者前后不断 为无始至今 常如轮转 相续 相续就是不断 相续就是不断 相续 pig 相连就是彼此贯通就是相连 这里说一及一切 一就是一道 就是一切道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人间 如果沙道淫 那么这样子就变成地狱恶鬼畜生 我们在经论里面说 上品的沙道淫 就是地狱 中品的就是恶鬼 下品的畜生 或者是中品畜生下品的这个恶鬼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沙父沙母 那就是这个上品的 那么一定就是地狱 所以一及一切就是说一道 我们现在如果布施行善 我们可能小辈子的植物界还可以做人 修实善 可以升天 那么如果我们念佛可以去极乐世界做菩萨 所以一及一切就是一道能够通于一切 那么地狱的众生如果遇到佛的光照 他也能够升天 他也可以来做人 所以这个鬼道 他如果夜报近的也可以来做人 修身道 都会有变化 所以一及一切就是一道通达一切 一个人道就能够通达一切 所以叫做相连 为六道因果更户牵连 就是六道因果更户牵连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人道 一个人可以做 将来变成地狱的鬼畜生 天人掉下来也变成猪啊 对不对 变成非礼啊 变成畜生啊 变成鬼道 那么鬼道也可以变 所以六道跟物牵连 那么 再来三观道地者 这个道地 我们再看一下前面 202页 第五行中间 说相续相连 吉因 吉因名为吉地 下面说 正见解脱空空 自道心心 明已自道 道地 这个叫做道地 道地就是说 由正见 破烦恼 这个就很省略了 因为没有正见 前面有无名跟烦恼 所以现在用正见 破除烦恼 正见来破获 然后得到这个解脱 空空 空空 我把它解释成 因为这里说 正见解脱空空 然后自道心心 明已自道道地 这个是道地 下面说 静有果报 静有阴 这是果报 跟阴 都断静 这个叫做灭地 那么 所以它的空 也空果报 跟空这个阴 所以这里说 正见解脱空空 我把它解释成 因为有正见 破除烦恼 所以我们能够解脱 极地 解脱 谷地 所以因空果空 所以两个都空 要空空 解脱极地 解脱苦地 所以果也空 因也空 比如说我们 因为有正见 我们修道 有正见 所以不再贪嗔痴 造业 所以解脱这个极 然后不再三界受苦 所以解脱这个苦 所以生死的因也空 生死的果也空 叫做空空 所以叫做正见解脱空空 自道心心 明以自道道地 我们再翻过来 208页 倒数第二行 他说三观道地者 古极灭道的这个道地 说以正见破无明祸 正见来破无明祸 则诸业解脱 果报空空 诸业解脱 果报 诸业就是极 业旁边写极 果报就是苦 极也空 所以叫做空空 所以说 诸业解脱 果报空空 诸业就是前面讲极地 然后果报就是苦地 那么现在因为有正见 破无明烦恼 无明祸之后 所以这个极地 极也解脱 那么苦也解脱 所以极也空 苦也空 所以叫做空空 才会讲两个空 极也空 苦也空 因为世间就是极地跟苦地 现在造业的极也空 生死的苦也空 所以叫做空空 下面说 唯有智道心心现前 明以智道道地 那么智慧现前 叫做智道心心现前 明以智道道地 下面说 道地虽多 智慧为首 道地就是三十七道品 道地有很多 我们简单说三十七道品 就是四念处 四正秦 四如意足 五根五立 七菩提分 八圣道分 所以说道地很多 道地虽多 智慧为首 就是三十七道品 虽然有 比如说我们四念处 就是观身不敬 观受世古 观心无常 观法 无我 对不对 四正秦 就是断乐修善 四如意足 就是修神通 那么五根 信敬念定会 等等 三十七道品 虽然很多 但是以智慧为首 智道心心 有言心心智道也 就是心心都是 在这个智慧之道 就是心心智道 那么这个是道地 再来第四呢 观灭地者 观灭地 我们再看一下前面 202页 倒数第五行 说明语自道道地 在这边是道地 再来说 敬有果报 敬有因 清敬一照 体性妙志 即灭一地 这个叫做灭地 我们再翻回来 我们再翻回来 209页 第一行下面说 第四呢 观灭地 就是苦疾灭道 苦地 就是苦苦 辛苦坏苦 那么疾地 就是无名 造业 那么道地呢 就是这个智慧 断烦恼 所以 也没有 这个烦恼造业的因 也没有生死的果 那么现在是讲灭地 是呢 观灭地者 什么叫做灭呢 灭旁边写极灭 就是生死已经灭了 生死断尽叫做灭 所以灭地呢 尽诸有之果报 尽诸有之生因 就是断尽 诸有就是三有 三界 三界的果报 那么又断尽三界的因 当然有分三界啦 或者是三有 我们是说我们四生九有 或者是说二十五有 都是属于有 简单就是说三界内 地狱二鬼畜生啦 乃至呢 四天王天 刀立天 乃至这个社界 出产二产三产四产 到飞翔飞飞翔处 他的果报也禁 他的音也禁 然后呢 为是清静一照之体性妙制 名为极灭一地 这些果报也禁 音也禁 只有一个清静一照的体性妙制 这一个呢 叫做极灭一地 简单就是灭地啦 极灭一地 叫做灭地 灭地就是极灭 那么一地呢 就是一十相 就是一地 或者是我们说第一地 或者是一十相 那么生的音也禁 那么果报也禁 那么所以正得这个极灭的这个一十相 下面就是解释啦 清静一照体性妙制 他说原体性妙制者 本来具足之不动事也 那么意思正得呢 这个体性妙制 就是众生自己呢 本来具足的这个不动的智慧 不动就是不改变啦 本来具足就是说 现在在地狱 也都有如来的智慧得相 在恶鬼也有 在畜生也有 从来不曾改变 从来也没有变化 变动 那么到这个的时候 能够赠得那一个本来具足的 不动的智慧 所以叫做体性妙制 所谓的体性就是说 我们众生的自体呢 自性 就像六祖谈经里面说 这个菩提自性 本来清静 但用此心 知了称佛 这个菩提自性呢 菩提就是智慧 那么这个体性妙制 就是自性的般若 智慧呢 它是本来不动 本来具足 本来清静 所以叫做体性妙制 就是我们灭地的时候 就是体性妙制 体性妙制就是本来不动的 本来具足的 本来不动的 本来不生灭的 不会在六道里面轮转就失去 不会因为呢 人天往返呢 就变化 所以叫做不动 然后下面说 清静 就是解脱的 一照 是般若的 体性 是法身的 所以叫做 清静一照体性 也就是说 三德都有了 所以我们涅槃有三德 我们说三德涅槃 涅槃就是有法身的 剥热的 跟解脱的 那么这里清静 就是没有生死的烦恼 叫做解脱的 一照 就是剥热的 就是平等的 智慧观照 叫做一照 一就是平等 没差别的 我们说不二法门 陆伯二就是平等一照 就是剥热的 那么体性是法身的 人人本质具足 那么这个叫做 清静一照体性妙智 那么这个叫做 灭地 灭地 那么下面说 下面这个是另外一个意思 我们下次再解释 好 我们今天上到这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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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 阿山 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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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静